北陵路曹晉公園入口 月初发生土石崩落 迎接即将到来的暑假 市政府推出了振兴方案 7月底前 民众只要到曹晉公園周边特约商店 消费满300元 就可以获得莫彩券 消费券 那今天总共800元 会责送你两张 市政府推出了振兴方案 奖品总价值超过30万元 有机会抽到iPhone手机 意大利罗马及北海道机票 14号推出以来 第一波已经被商家 拎走2万张莫彩券 那当然 但更多人会想要问 那透过这样的莫彩券 可以有什么奖品 那我们谢谢市政府 提供了很多的 包括出购旅游 还有iPhone 那我们自己也会增加 很多的回费券 包括免费的体验券 各式的餐点 有关振兴朝镜的方案呢 那我们现在目前发的 这个莫彩券呢 其实发的非常有约 那我们产发组 也会再加以 2万张的莫彩券 然后欢迎各位 大朋友小朋友 在这个假日的时候 尤其我们暑假都快要来临了 然后欢迎来 朝镜这边 来我们这边 业者来做消费 振兴方案才推出不到一周 莫彩券 领取相当踊跃 花300元就可以拿到一张摸彩券 有机会摸到手机 机票大奖 海客馆也推出了 6月30号前 全馆门票半价 抽奖大放送优惠 希望这一波及时雨 能够弥补商家之前损失 记者黄少鸣金融报导 记者黄少鸣金融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